他們一打之後沒想到 俄羅斯好像紫胡一樣就 他們就長驅直入啊 這些人是新兵 對 那長驅直入 他們兩天的時間裡面 佔領了15個城鎮 打到普京就很神奇了 過去都只有我們在 蹂躏烏克蘭的戰場 怎麼現在他來蹂躏我們的國土 這個車程部隊過去傳言很凶狠 但是這一次真的也非常凶狠 因為什麼 跑得很凶狠 是喔 看到剛剛的畫面 也把大家給嚇死了 都沒有想到 這個竟然是俄羅斯的境內 俄羅斯的境內居然有掛著 烏克蘭這個所謂的國新的坦克車 直接衝撞進來 而且直接衝撞進來的時候 如入無人之地 抱歉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是歷史畫面 歷史 對 真的是歷史畫面 因為這是在俄羅斯的庫斯科 他突然之間這幾天 這個有別國的坦克 烏克蘭坦克開到庫斯科裡面來 那為什麼我說這是歷史的畫面 抱歉 庫斯科上一次有 外國的坦克開進來是 1941年納粹德國入侵俄羅前蘇聯 你說納粹之後沒有了 沒有這樣 躺躺的俄羅斯怎麼有可能出現 這樣的狀況 他們完全沒辦法接受 你怎麼想都沒想過 為什麼呢 因為這幾天的時間點裡面來說話 烏克蘭就抽集了一堆新兵 1000多個新兵 然後幾輛坦克就往俄羅斯打過去 就被他打過去之後 抱歉 他們一打之後沒想到 俄羅斯好像紫糊一樣 他們就長驅直入 這些人是新兵 對 那長驅直入 他們兩天的時間裡面 佔領了15個城鎮 然後約莫拿下350平方公里 350平方公里大概是1.3個台北市打 那不小耶 對啊 所以他們完全 怎麼會這樣子就打進去了 那打的時候你知道打到什麼程度了 打到普丁就很生氣了 普丁現在馬上召開這個會議 普丁生氣了 對 重要會議之後就問 就結問這個格拉西莫夫 所以你怎麼回事啊 那格拉西洛夫說什麼 我們已經成功阻止烏克蘭 對我們邊境推進的戰爭 你看 普丁的臉色是相當難看 格拉西夫人如果講這個他也知道 你在胡說八道 普丁的臉色 對 所以要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對俄羅斯來講的話 因為他前線的重兵 他也不可能掉回來 所以他現在只能夠 看怎麼解決目前的問題 好 那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局面 不是 而且更妙的 你剛剛看到有些畫面 普丁在跟大家講話的時候 很多人跟你說是用視訊的 那些視訊的人 每個人都立正站好 當然啊 因為為什麼 嚇死了 因為目前為止 這個局面怎麼會出現這樣的 過去都只有我們在 來蹂躏烏克蘭的戰場 怎麼現在他來蹂躏我們的國土 這個當然他不能夠接受 你看下面那是三組人嘛 對 他不能接受 好 那我想為什麼這樣 因為美國已經開綠燈了 美國現在就說什麼 我們對烏克蘭的行動來說 目前為止都是由烏克蘭 他們自己決定 我們可能偶爾會溝通一下 那他們會不會聽我們的指示 或是這個建議呢 不一定會 反正就是他們自己決定 所以現在F16來了 然後現在這個烏克蘭 他也打到你的這個境內 反正總之他現在就是要 你不好過 我也不要讓你好過的一個狀況 好 寶寶我們來看這張圖就是 完全顯示了這一次 在兩天的時間裡面 我覺得佔領了350平方公里 而且拿下了1.3個台北市這麼大 你現在看到這個藍色的斜線 就是他這兩天攻擊的 說打就打進去了 沒錯 這幾天來說的話 就像寶傑說的 他是召集這個1000多個 可能不是用訓練精良的兵隊 反正還有這個現有在這邊的坦克車 我們就打了 打大看 就被他一打之後 打進去 你看 目前為止藍色 結果約莫就是他們目前 佔領的這個區域 佔領去我就跟大家講 約莫大概已經有1.3個 台北市這麼大 而且打進去來說 已經往裡面滲透了 超過10公里以上 現在有的地方已經推進了15公里 所以好像如露無人之間一樣 那對俄羅斯民眾沒辦法接受嗎 因為他們不只看到只有坦克車 他們還看到人員進來 而且他們看到人員進來 還有空中還有飛機 所以就是說你看 空中飛機低空而坐 那是烏克蘭的飛機啊 所以等於是說你看 飛機也進來 對 他們面臨到非常大的壓力 也就是說我們前幾天不是講嗎 這個以色列軍隊給你引爆 現在俄羅斯 烏克蘭也是一樣 我可以低空飛行 那你覺得很緊張 然後下面目前為止來說 這都是俄羅斯民眾拍的畫面 你看到處都有爆炸 就在庫斯科那邊的民眾 到處都有爆炸 然後到處都有火燒車的這個狀況 然後甚至還有民防 這個被焚毀的這個狀況 庫斯科當地已經進入了 一個戰爭的狀態 所以像目前為止 他們民眾都很擔心說 到底目前到底烏克蘭 還會不會繼續往前推進的一個狀況 而且他們自己的報紙 像說烏克蘭的這個所謂的戰爭小組 是非常有節奏 非常有規模 我這樣無人機開始前進 然後開始我飛機也進來 然後我開始坦克進來 對 我擋都擋不了 對 沒錯 他們是有一個系列這樣子的 這個作戰的這個方式 好 那你知道 俄羅斯軍方不是沒有抵抗 俄羅斯軍方抵抗之後沒多久 保證 你知道他們做什麼嗎 投降 投降 對 所以那事實上 目前為止很多 你看這都是在碉堡裡面的士兵 他們就投降 那甚至還有很多大批的士兵 他們就投降 你看 手都舉起來了 我不要打了 我投降 我投降 那甚至還有很多士兵 甚至在人家拍到一個街道上面來說 有非常多俄羅斯的民眾 那烏克蘭甚至還要再去 趕快去押送俄羅斯相關的戰斧的狀況 所以現在俄羅斯前線 你看這都是俄羅斯 這烏克蘭俘虏的俄羅斯的軍人 所以等於前線的俄羅斯的軍人 可能是士氣相當相當的低落 可不是傳說說在這個地方 俄羅斯布陣了什麼 把這個所謂的全世界最凶狠的部隊 對 車程部隊放到這裡嗎 保證 這個車程部隊過去傳言很凶狠 但是這一次真的也非常凶狠 因為什麼 跑得很凶狠 跑得很凶狠 跑到連俄羅斯都覺得你怎麼那麼厲害 我們看到這個車程領袖 過去對面在秀說 我們這個戰爭戰鬥力多強 這個俄羅斯必須要的時候 我們可以支援你 俄羅斯這一次就說 我們不要派你去全線打 你就幫我們守 這個我們的邊境 俄烏邊境我就派你車程部隊來守 所以庫斯克旁邊是幫你車程 車程部隊 結果沒想到 車程一打之後 你看 他們烏克蘭的軍隊如入無人之際 為什麼 因為車程的部隊已經跑了 跑了 他們原本說我要打你 這個車程部隊看來也不知恆的好 我想要跟你交戰一下 結果交戰一下 沒有發現敵人 敵人已經不見了 為什麼 敵人已經轉進了 轉進 而且他們轉進的速度 為什麼讓烏克蘭覺得很誇張 烏克蘭已經是人員最少 快速再往前推進 結果他跑的比例還快 他們追不上他 因為他們坐了火車走了 所以他們就 坐火車走了 所以人家就 這一次人家就在笑 你這個過去車程都是說 全世界最凶狠 這次變成什麼 你是打卡王 你好像就是在那邊 高處炫耀打卡之後 然後你根本就 要遇到戰事的時候 你就跑得比誰都還要快 所以當時 國共內戰的時候 《中央日報》有一個標題就是 我軍轉戰千里 敵方追我不及 現在不是就跟車程部隊一樣 車程而且車程跑到 我轉戰千里 敵方追我不及 而且你是望塵莫及啊 你連看到他的這個背影 都看不到他就跑掉了 所以這等於是為什麼 烏克蘭的軍隊能夠長去直路 那因為車程的部隊在前面 後面就俄羅斯的部隊嘛 所以俄羅斯部隊 也是措手不及啊 所以他們現在只能夠投降 所以現在整個前線 的確是有點吃緊的這個狀態 那現在誰最擔心 誰最害怕 格拉西莫夫 他們看 格拉西莫夫在講 他雖然講 我們現在已經擋住了 這個烏克蘭的這個攻擊 跟烏克蘭大概派了 一千多個人進行攻擊 你會發現 他完全不敢看鏡頭 完全不敢看螢幕 完全不敢直視 然後你就看到 普丁的臉色有夠難看的 對 為什麼 因為目前為止來說 我就講 因為現在車程部隊已經跑走了 那另外一個 俄羅斯的部隊在前線 士氣很低落 那格拉西莫夫還沒說 我們已經擋住他們的攻擊了 當然普丁很生氣 你到底真在講假 我要聽真話 好 那為什麼這樣說 保潔知道 是他目前為止來說 這是俄烏原本的這個邊際 那目前為止 烏克蘭已經往前推進了 往前推進之後你知道 他原本 他現在可能目標是要打下 這個庫斯科州 因為庫斯科州為什麼呢 打下庫斯科 對 因為這邊有非常多 俄羅斯重要的 這個所謂石油管線在這邊 他可能要切斷庫斯科州 你搞不好很多 這個後勤的補給 就會出現很大麻煩 所以現在的確 俄羅斯 烏克蘭部隊 的確是有可能會繼續往前推進的 也就是如果我把整個庫斯科 拿下來了以後 剛剛講的旁邊的哈爾克夫 旁邊的對內斯科 你很多的重要的補給 你的油的補給 人員的補給 彈藥的補給 都要從這邊來分裝 如果這個拿掉以後 你整個對內斯科裡面 所有的頓巴斯地區 你的後方的資源全部斷線了 對 但是問題是 俄羅斯目前為止很尷尬什麼 他前線烏東戰場 跟烏克蘭軍隊在那邊互相僵持 他也沒有別的部隊 所以你 沒人啊 對 格拉西洋夫在那邊說 我們已經擋下了 為什麼普丁一副就是 你到底說真的還是說假的 他也知道目前為止 真的情勢不是你想 你說的那麼樂觀的一個狀況 你說情勢居然逆轉了 對 那所以我 我最近要是美國開綠燈 對 美國當然開綠燈 所以這個為什麼 這幾天我們不是看到說 那個俄羅斯的這個 他們為什麼要送的武器 送到伊朗去 你趕快打一打 可以免除我在這邊的壓力嗎 那除了這個之外 保證你知道現在還什麼 因為現在最近有非常多的畫面 你看俄羅斯的這個煉油廠 俄羅斯的機場 都遭到這個風擊的這個狀況 有人就說 怎麼會突然這個樣子 為什麼 因為F-16已經開始在作戰了 你覺得是F-16幹的 F-16開始作戰了 他之前講說是無人機 你說不是無人機 是F-16幹的 F-16開始作戰了 那F-16開始作戰 目前有兩架已經確定 已經來到烏克蘭 開始進行一個實戰 那當然俄羅斯也想 抓到他在哪裡 但是目前為止來說 他們可能是暫時停在 北約的基地裡面 然後如果真的要作戰的時候 飛越北約的 飛越這個領空然後來到前線 來進行一個作戰的這個狀況 現在傳出來一個消息 現在俄羅斯說 我有一個核單的條件 什麼核單的條件 克里米亞 你讓我租借 等於說用租借的名義 你不要給我拿回去 我租借的意思就代表 我承認那是你烏克蘭的 如果連這個條件都出來了 那不就代表普丁要認輸了 不過這個條件 是在去年的時候 這個提出來的 也不是說今年 因為後來這個白俄羅斯的總統 盧卡森夫說 這樣的條件其實已經失破了也 後來烏軍來講或這邊來講 退出談判的場合 也不接受 這樣的東西應該不會接受了 所以 因為這麼講好了 就是說如果你是萬年租借 或是99年租借來講的話 那等於就是讓給俄羅斯的概念 但是現在烏克蘭的目標 他不接受 他已經不是這個了 已經要把克里米亞拿回來 全都要拿回去 對 要拿回來 因為美國 英國支持他嘛 所以他繼續這樣幹嘛 對他有利嘛 但是話說回來 這個瓦德加吉蘭真的是夭壽 為什麼 他們你知道 僱傭兵本來就是為錢打仗 他本來不是有什麼 對國家效忠的這種概念 那你看我們日內瓦公園 戰斧待遇公園裡面 有兩種人是不給戰斧待遇的 一種就是僱傭兵 一種就是間諜 這兩種人的話 因為不是正規軍 不是什麼義勇軍 不是什麼民兵 這些都不會給所謂的戰斧待遇 那你想想看 因為烏克蘭那一方爽說 其實並沒有說 網格納集團缺彈藥缺什麼 他們都有啊 那也是打得轟轟烈烈的 那主要為什麼 沒有賺錢 沒有賺投嘛 沒力頭 你像沒賺投 你跟哨音谷這邊 哨音谷不給東西嘛 不給錢嘛 簡單講就是說 從哨音谷這邊賺不到錢 所以怎麼辦呢 當然你去找那個車程部隊 不行啊 說真的 他們是網紅 他們是抖音的 他們不是在打仗的 他不是在打仗 他專門在秀 秀肌肉給大家看而已 根本不會打仗的 那真正會打仗什麼 就是 就是瓦格納 那瓦格納現在講說 整個業務要轉到哪裡 轉到蘇丹去了 去非洲了 因為蘇丹現在內亂嘛 這需要他們嘛 上一次在利比亞 敘利亞 這邊來講都賺投 所以對瓦格納集團的話 他當然以賺錢的目的 那如果你 所以他要離開俄戶戰場 哨音谷又給他太多資源的話 那就是他越來越壯大 到時候回過來 吃掉俄羅斯怎麼辦 所以俄國他也在防瓦格納 所以其實大家 心裡防來防去的 那剛好今天 車審跳出來說他要幫忙 所以邵伊谷就跟車審 簽了這個合約嘛 所以簡單 但是你說真的 他們能夠打仗嗎 我覺得接下來 可能戰場節節敗退 只要瓦格納退出來講的話 可能烏軍對烏軍是有利的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整個戰場的耳於我詐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俄羅斯的內部發生了內討 宇雪 你如果看這一張圖的話 非常妙的是 現在做的戰爭也在哪裡 也在俄烏邊際 而且他說現在有一支部隊 直接已經衝到俄羅斯的境內 而且就像剛剛提供說的 已經把一些俄羅斯的軍人 給抓過來了 而且更不用講 你現在F16已經進來了 F16進來之後 現在很多俄羅斯的彈藥庫啦 所謂的軍火庫啦 油彈庫啦 全部被炸了 對 所以為什麼俄羅斯 需要在我們講的 以異戰爭裡面的轉移 它的焦點 因為它國內真的是炸了一塌 很慘嗎 非常慘 為什麼 因為烏克蘭光是有無人機 就快把俄羅斯給整慘了 各位首先看到 第一個他們的機場 以及他們的油庫 甚至他們主要是通通被炸 那烏克蘭靠的是什麼 仰外當然是無人機 各位你現在看到的畫面 這是我們講俄羅斯它的油庫 你看看這是在半夜的時候 遭到呢 烏克蘭用夜襲的方式 對 無人機不用多少成本 就直接衝入到你的油庫之間 把你的後勤補給斷的 徹徹底底 你說這個是 這是俄羅斯境內的 對 而且這是煉油場 代表說這是戰爭所需要 非常重要的必訓品 直接被轟炸 而且更慘是什麼 他們連機場呢 都被炸成是一片焦土 面面全非 各位你現在看到的就是我們講 俄羅斯它境內的這種機場 在羅斯托夫這個地方的畫面 各位這完全看不出來 根本就是機場了 等一下 它的蘇三四 很多的飛機也被炸掉了 各位其中有一台的最顯而易見 就是蘇凱燦是直接當中 就被炸了一個大洞 換之連起飛都還沒有起飛 就直接這樣 變成一片焦土了 而且不只是如此 就連他們自放這種自導飛彈 各位自導飛彈是我們講 打擊敵軍最重要一個目標的這種工具 其實我沒有想到 倉庫呢自導飛彈 不好意思 變成連環爆 等於說我花一台小小無人機 兩台小小無人機 只要撞到集中的一個導彈 它就會產生連鎖效應 所以它整個俄羅斯的我們講 烏二之間交接的邊際 通通現在都已經變成是一片火海 而且更慘是什麼 保留哥 無人機就算了 現在什麼要來了 F-16 F-16還要來了 所以哲恩施基講說 我跟你講啦 我們的任務呢 早就已經睡醒了 而且導播我們看 它現在F-16不是說 我們講的以前比較老式的F-16 沒有 你從它的頭盔 你從它的整個儀表板 它是最先進的數位的這個內容 而且它這個數位內容 剛剛講到 它現在居然上面也有LINK-16 如果你有LINK-16代表什麼 代表現在烏格蘭這所有飛機 它可以跟美國 它可以跟北約 做所有的資料共享 LINK-16最可怕的是什麼 當一台F-35 它遠遠的根本不在烏二戰爭的境內 但是它可不可以跟裡頭搭載的 LINK-16的F-16互同遊 可以 可以 等於說我變成我的天眼 而且更可怕的是什麼 它還搭載了歐洲這個PIDS系統 這個系統就是什麼 就是你要打我根本打不到 因為我可以反導彈 我可以反飛彈 只要你發射過來 我就可以提前偵測 而這個頭盔跟所謂的F-16V 基本上它是幾乎相當規模的 這種我們講等級的規格 所以換言之這是最精銳的F-16 已經是四代 甚至是轉五代的這種戰機 你知道二樓是知道 說F-16要來了 他們趕快弄手了嗎 升級配備 他們的蘇珊直接說 我們趕快搭載這個R-37 可以跟6馬赫的飛彈 各位啊 這個不是拿來打地面部隊的 這就是標準的空對空啊 所以很顯得意見 你搭載這個R-37的時候 你就是為了要應對 所謂的F-16而來的嘛 所以你看 克林姆林發言還說什麼 我跟你講啊 戰機數量很少啦 我們只要打一架呢 他們就少一下 但真的是這樣子嗎 如果真的是這樣 他們就不會緊張到 連他們自己的配備都要升級嘛 因為今天你看到的是一台F-16 但事實上不是如此 他可以跟預警機配合 他可以跟無人機配合 他可以跟後方的遼機配合 甚至是地面作戰系統 只要你逮到任何地上 有雷達 有基地 甚至是有呢 我們講的地面的部隊 他都可以在第一時間 進行毀滅性的打擊 而且你看到了 烏克蘭說的一個說法 這個說法讓我有點毛骨悚然 他的說法是 現在的F-16 正飛向整個俄羅斯 對你知道什麼叫整個俄羅斯嗎 代表說我跟你講 我的戰場已經不只限於烏克蘭境內 雖然美國一直在想說 F-16不會去轟炸到 我們講的俄羅斯的境內 但各位 現在整個戰爭的界線 都已經很模糊了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當他現在有這些 超強的配備之後呢 最可怕的是 現在在庫斯克 各位 請問一下 誰到那邊了 烏軍已經到達那邊了 烏軍已經到達庫斯克那邊了 去抓人了 對啊 而且甚至我們講 你不要講這F-16 他們就連我們講的 蘇24都可以發射什麼 暴風之影飛彈 保留你知道暴風之影 最厲害在哪裡嗎 在於說他不是一種 我們講的必須要鎖定發射飛彈 他是一種制導飛彈 換言之他是 Fire and Forget 射後不靈 你知道什麼射後不靈嗎 第一個射程300公里 再第二個 他只要發射之後 他會自動巡航 自動導彈到他所要的目標 甚至是你地面有薩姆300 薩姆400 甚至有其他部隊 他會偵測到迂迴前進 所以在這個狀況下呢 搭配我們講的JDA 我們剛才聊到的AGN88 這些所有的配備 他會對俄羅斯地面 以及空軍造成極大的壓力跟打擊 對的 他講說現在邵宇谷居然跑來 我想這關邵宇谷什麼事情 他非常熱誠的 還就跟人家擁抱 擁抱的還說 我們要 我要永遠支持你 勇敢支持你 他剛剛講 我要提供你飛彈 防空設備 我要提供你雷達 好像我要力挺 這個所謂的伊朗 可能你講說沒有 這個什麼 這個黃鼠狼給擊敗 您不安好信 他根本就是逼著伊朗往 提槍快保前進 為什麼 因為他現在俄乌戰場上的壓力太大了 沒錯 那麼伊朗在剛剛發表一個宣言說 跟俄羅斯是堅實的好朋友 堅實的好朋友 所以聽說已經跟邵宇谷開口要 剛剛講的防空系統 都要了 包括S400這些都要 然後先進的雷達都要 借這個機會 那他要什麼 聽說邵宇谷都點頭都給了 而且已經開始在運送了 速度非常的快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俄羅斯區伊朗這個小老弟 你在支援 你支援了以後 可以把我在烏克蘭戰場的窘況 因為這樣而稍微緩解一下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呢 剛剛也講了 我問你 約旦跟沙烏地阿拉伯 現在包括攻擊無人機 自殺無人機 飛機跟這個等於說 伊朗的相關飛彈 禁止越過領空 那他怎麼到 怎麼去攻打以色列 他要從哪裡去攻打以色列 所以現在對伊朗來講 現在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 為什麼因為清真式的副仇紅旗 已經升起了 我一定要打 那我一定要打 又不能像今天這樣子 拍一些這樣子意思意思 不能喔 你一定要比上次那一百多架 那個空氣自殺無人機 三百多架 好幾百架的無人機 一定要多 然後飛彈一定要多 不然大家全世界都要看 那你在搞什麼鬼嘛 所以你看約旦包括美國的 都到了德黑蘭去想辦法勸說 可問題是 騷魚骨眼看這樣子 怎麼能夠讓你不打 你一定要打 你非打不可 又就算 不 就算你打不贏美國 你也得打一下 你打一下以後 至少可以牽制 在烏克蘭的相關的戰場 讓美國把 你看美國現在幾十艘的戰艦 全部往地中海去 全部都往那個地方去了 戰雲密布 那為什麼騷魚骨那麼急呢 因為事實上就在最近 烏克蘭的總統折倫斯機 不是只有公布 旁邊兩架F-16 天空兩架F-16飛過去 不是只有公布這個而已 他們呢 用攻擊自殺無人機 跟包括飛彈呢 直接把這個在克里米亞的 這個港口裡面的 俄羅斯的柴油潛艦 直接炸了嘛 炸了以後 現在證實這艘潛艦呢 當時被炸 直接沉沒在黑海的底下 已經證實了 總共黑海艦隊24艘的 那麼水面艦跟潛艇 已經都被他整個 會毀了嘛 而且就在剛剛 那麼俄羅斯的蘇凱34的 這個戰機 本來放在距離烏克蘭 大概幾百公里的飛機場 現在傳來最新的消息是 紛紛內側 往俄羅斯國境內側啊 為什麼 因為他們發現 很奇怪喔 烏克蘭不知道為什麼 他的情報 跟他相關的這個戰力呢 就在短短的一兩個禮拜之內呢 掌握得非常清楚啊 而且你看直接把蘇凱34的 那個機場裡面 這些飛彈 這些精密的飛彈炸彈 全部炸掉 這個機場本身有S400啊 你知道嗎 一樣炸掉 那麼他們不小心哪裡弄來的 S400被炸掉的照片 那你看我說的是真的 我們把S400給炸掉了 你說我把你炸掉 照片非常的清晰 所以呢 烏克蘭意思就是 我不是隨便亂講的 我真的把你炸掉了啊 那有S400 有S400 這個等於說相關防衛 我一樣把你給炸掉嘛 所以他現在還有 大概好幾十架的蘇凱三四 全部飛到比較裡面的地方 今天傳來一個消息 俄羅斯的媒體報導 他自己媒體報導說 本來在上個月 俄羅斯海軍節那一天 那麼在這個等於說 普丁親自來 親自來教育他們的海軍那天 本來烏克蘭要發動情襲 直接把他炸掉 非常緊張 炸掉海軍節 聽說那時候 7月12號 邵伊古 愛與顏面 親自打電話給美國的國防部長 勸說烏克蘭 勸說烏克蘭 因為他們認為 背後一定是美國撐腰的 那美國跟人家 不對啊 這件事情我真的不知道 然後趕快去問這個烏克蘭 烏克蘭也不自可否也沒有承認 但是美國跟人家講 你這件事炸下去的話 事情大條嘛 所以後來那一天 烏克蘭就沒有進行這樣的棲息 不過你就知道 那麼就這一兩個禮拜以來 傳來的都是俄羅斯節節敗退 被炸毀 要不能就是撤退的這個消息 所以他當然需要 那麼小老弟 烏烏的 伊朗呢 不管你有什麼東西炸 反正你給我打就對 你打了以後呢 那麼美軍就會被牽制在以色列這個戰場 跟伊朗這個戰場裡面 那至少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場上面 可以略略地喘一口氣了 伊朗這個世界真的是烽火連跌 烽火連跌要講 現在在二五戰場上 F-16真的進去了 而且F-16還不是所謂的老式的F-16 看起來他是有升級到F-16V 然後哲論司機 現在態度更強硬了 他就站在F-16的前面 說他們是寸土不讓 講完寸土不讓之後 各部隊看的畫面 更可怕的是 現在俄羅斯的油庫 俄羅斯的艦隊 甚至連他們黑海艦隊 最重要的潛水艇都被炸掉了 對 我們一直講到 很久很久的F-16終於來了 然後哲論司機就直接也不演了 弄了一個很盛大的一個接裝儀式 然後告訴你說F-16來了 然後F-16他也不去改他的塗裝 他就直接把logo給蓋上去 其他的都沒有改變 他直接掛彈給你看 掛了什麼 掛了一個中程導彈 掛了一個短程 這個就是F-16 剛剛講的兩機開始一個往前飛行 就在烏克蘭的上空 對 然後就直接飛行給你看 甚至還掛彈一個短程的空對空的 一個響尾蛇飛彈 這些東西整個弄出來之後 就告訴你說 他也太故意了吧 我就刻意 剛剛講的這個是烏克蘭的旗幟 我就在烏克蘭的F-16前面 告訴全世界 我們不讓了 對 我們的F-16終於來了 我們要關閉我們烏克蘭的天空了 以後你的舒適戰機 不是你想來就來的 你要來之前先問問看F-16 F-16的這個導彈 中程導彈 短程導彈 響尾蛇全部都掛上去給你看 你敢飛過來 我就把你給打掉 你敢飛過來 我就讓你回不了家 過去來講都只能用這些的防空系統 現在加上F-16之後 你看舒適戰機他敢來嗎 舒適戰機已經剩沒有多少了 烏克蘭如果把他打擊下去了 對俄羅斯來講的話 恐怕他的空中優勢 在這一次接裝儀式之後呢 正式結束了 所以你說他不是說我只是給你F-16 剛剛講的AIM-120這些非常好的空中 空對空的飛彈 空對地的飛彈 都給了F-16 都給了烏克蘭 對 他這一次來是All Set 整個組裝都過來了 除了給你機體之外呢 他在其他的地方把你的 這個烏克蘭的這個飛行員也都訓練好了 甚至連導彈 掛彈的設備都幫你訓練好 所以這次來之後呢 對他們一定會有很大的一個改變 好 我們看到現在 烏軍開始開始有些大的動作 大動作有幾個比較重要的事 第一個 俄羅斯現在境內的這個軍用機場 還有你的游彈庫 剛剛是有一個必要配備 更關鍵的是黑海艦隊有一個 本來認為神出鬼沒的潛水艇 現在已經確定了 被炸成了 對 我們先看一下這張圖 這張圖什麼意思呢 這邊呢 就是烏克蘭的領土 這些紅色的呢 就是俄羅斯 俄羅斯的境內 羅斯托夫州 已經有遭受到很多很多的攻擊 被打了 這些攻擊呢 打下去之後呢 俄羅斯是完完全全沒有招架之力 一個油彈庫把你端掉 端掉完之後呢 第二個油彈庫把你端掉 第二個完之後第三個 所以總共把三個油彈庫 就直接給你炸了 你知道他要過來攻擊你 但是你無能為力 他就直接把你清除掉 清除油彈庫之後呢 羅斯托夫州的一個軍用機場 他也沒有客氣喔 我們來看一下 before跟after before是在這裡 羅斯托夫的他那個軍用機場 你看這每一個都是什麼 軍用機的一個碉堡 軍用機的一個機庫 完完全全變成廢土一片 沒了 那這個東西來講 你說啊這個東西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面積嗎 沒有 除了這個之外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黑海艦隊 黑海艦隊之前有一個羅夫托斯 塞凡堡這個地方呢 有一個俄羅斯的一個 頓河判羅斯托夫號 其實之前就已經被攻擊過 那一次攻擊過之後 有一個大傷 所以呢他沒有辦法躲到後面的 這個新羅西斯克 就只能在地方繼續的一個處理 繼續處理之後好不容易修補好了 修補好一出來打掉了 這次打掉之後呢 潛水艇他們發了一個 這個Defense of Ukraine 突發了一個說 你潛水艇就應該永遠在 Black Sea的河底 所以呢叫這些魚什麼 Enjoy the fish We'll enjoy the new home 以後這個潛水艇呢 就永遠在黑海的底下 只有黑海的魚 可以跟他遊玩 跟他細耍 然後呢這個東西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你整個黑海 黑海艦隊 為什麼一定要跑到新羅西斯克 因為你留在這裡 你只要一出來 你只要修補好之後一出來 竟然就直接被攻擊 直接打掉 潛水艇欸 潛水艇有那麼好打嗎 沒有啊 他等於說他只要一起來 一出航 一轉握之後就直接被你打掉 那除了潛水艇之外呢 他們左勝無極的S400 就是這個薩姆400 竟然又被摧毀掉了 而且呢這次摧毀掉 是謹慎的第四套 你這樣子打完之後呢 你潛水艇也沒了 S400的防空也沒了 你說這個仗到底要怎麼打下去 另外一個就是 現在在俄烏戰場上面 有個新的進展 新的進展就是這張照片 剛剛講的 哲倫斯基態度下面強硬了 因為F16進來來了 F16來講說F16什麼樣的F16 我跟他講也有369等 現在這個F16是怎麼樣 跟F16V是非常類似的 他是有現在最新的一個科技的 這個最新的科技 還來給他的一個最好的飛彈 也就代表說 現在這個F16進來的時候 他是真的可以掌控 整個烏克蘭上空的 對 所以摧倫斯基現在 講話底氣足了 聲音也越來越大聲 為什麼 因為你看他背後 誰讓他的底氣 F16就變成他的底氣了 因為當今的摧倫斯基 他講說 我們F16已經陸續到位 而且已經派出實際用途 在戰場上已經開始在飛行了 所以我們感到非常之好 講完這句話之後 保倫哥你知道發生什麼場景嗎 直接兩架F16在後面衝場衝過 代表說我跟你玩真的嘛 各位 天空中摧倫斯基在地面上講 天空中烏克蘭的F16這樣過去 那為什麼我們說他F16V非常耗盡呢 因為F16V他最主要的一個特點在於他的變戰系統 你仔細看這是烏克蘭他們空軍所使用到的 F16所使用的頭盔 你知道這個頭盔叫什麼啊 JHMCS 換言之跟台灣的這種頭盔 會基本上是一模一樣樣的喔 最新的頭盔 對 那這頭盔厲害在 比如說因為以前的F16呢 他可能比較傳統 等於說你鎖定目標之後呢 你還要一路的跟隨 他不用 你只要裝上這個我們講的 JHMCS之後呢 你目光鎖及之處 他電腦會自動判別 只要你眼睛看到你的目標 他就會鎖定說好 那我就把我的街上武器 相對應的直接到位 所以你可以用眼睛就可以殺死人 可是我本來以為說 你今天給了烏克蘭的F16 是以前我們的F16A啦 F16B啦 或者是這些比較老式的飛機 或者是要淘汰飛機 沒有 他性能全部提升了 而且寶藍哥他是集合什麼 美國歐洲各國的空軍之大權 比如說好 這個F16E他上面配載是什麼 AM120 然後就所謂的響尾蛇飛彈 還有AIM的AAM 也就是他把美國跟歐洲呢 最先進的導彈呢 都裝置在上面 而且不止如此他還加裝了一個非常特別的外掛 這外掛是什麼 這外掛叫做PIDS Plus 以及ECIPS Plus 你說這什麼意思 講來講他裝了一個小圓球在上面 而這個小圓球可以幹嘛 可以偵測到他四周所有來犯的威脅 來犯的導彈 以及所謂的電戰強化系統 你知道這個厲害到什麼程度嗎 因為這不是美國人研發的 後來呢厲害到說這個ECIPS Plus 太好了 美國說好好 我們也把他考量納入到我們的裝備 所以各位你就看到 他的外掛這種導彈 這是第一個偵測的 因為本來F16 他的我們講掛彈量不足 所以他的技藝上面已經有掛載 與此同時掛載一個小圓球在上面 就是什麼 增加他的電線系統 所以你知道最近他們講F16在哪裡出現嗎 甚至連我們講黑海的一個都市 奧德薩 上方都已經看到烏克蘭的F16 到處去跑來跑去 所以你就知道這未來絕對會成為 烏厄戰場的game changer 所以他已經全面的部署在烏克蘭的前線了 對 而且他不死是不屬 他甚至連武器都傳給你看 比如說他們最近在公布什麼 烏克蘭他們有一個蘇俄式的戰機 結果他發射了什麼 他上面直接裝載 第一個風暴之影給你看 代表說未來我們從空從地 都可以用你俄羅斯軍隊最害怕的風暴之影 來進行摧毀 甚至他們還發文一個說什麼 我們現在增添了F16對不對 這最強的幫手 但不好意思以前我們靠著這些米格號 這些老舊的我們講蘇聯時代的這種戰機 就已經擊毀了8000多個敵空目標 數百架飛機直升機 甚至是架翼飛彈 而且戰鬥超過2萬次 但香港保留哥在這種情況下 都已經打到四軍力敵 如果未來F16加進來的話 那會產生多可怕的狀況 所以你看他們在20週年慶祝的時候 還用什麼 我們講這種聯合作戰彈藥 他就直接把這個聯合作戰彈藥 用這個蘇20 27 發到二樓這個戰機去 就夠你現在看到畫面 直接轟炸你看 那從一開始起降 還跟你比個Rock and Roll的姿勢 然後最後進行轟炸 而且還包括連法國的軍員 這個叫做什麼 真的是法國聯軍 法國軍員的這種鐵錘炸藥 你看喔 有美國的 有歐洲的風暴之影 甚至有法國的鐵錘 所以又造成什麼狀況 欸 我不只是會打你而已 你想要打我 我跟你講 門都沒有 為什麼 因為最近他們俄羅斯 派了最新的戰機蘇57 結果他這個叫做KH-69 這種空對地飛彈 通下去之後發生什麼狀況 直接被烏克蘭 你看到這張畫面 直接限地攔截 然後他的屍體跟殘骸 就這樣躺在地上 變成一個笑柄 換言之我現在空憂 我全方面要跟你俄羅斯討回來 我可以打你 我可以入境你的靈魂配合我的無人機 但你休想動我現在 烏克蘭領土的半步 所以我可以把你的 導引系統給破壞掉嗎 對 當然沒有錯 因為為什麼 因為現在最重要的是 現在俄羅斯是防不勝防 想要打會被攔下來 消防防不住 因為最新呢 我們講黑海艦隊 早就已經名存失望 基本上大家都已經爛槓了 但剛好好死不死 還有一個潛艦這種積弱級的潛艦 就停在黑海 我們講附近的港口 他叫做頓河判 羅斯托夫號 這羅斯托夫號我會講 他算倒霉 為什麼 以前就已經被烏克蘭打過一次 就這一次直接一命烏乎 美國製造什麼 陸軍戰術導彈系統 原本他應該是有保護的 因為這海馬是發生陸軍戰術導彈 他在黑夜裡面 當時確實是有被攔截到 那你知道攔截人是誰嗎 事實上是有四個薩姆斯白 就這四個薩姆斯白 最後保傑哥你知道他什麼命運嗎 全部都被摧毀了 就攔不住 你知道嗎 四個上四百最後都被毀掉了 因為陸軍戰術導彈一直在一直在 最後你看 這是先前我們講的 這個羅斯托夫號被擊中的畫面 那時候已經大修 修非常久了 結果現在我們講的 烏克蘭直接講說 襲擊直接把他擊沉了 沉默了 Good job bro 所以說兄弟們幹的好 那你想想看 所以你說 這個羅斯托夫號修好了以後 放到了塞凡港旁邊 碰到了塞凡堡港旁邊以後 他才剛剛露出水面 而且旁邊有四個上四百發射 等於說保護他 全部沒用 對 保陸他最慘是什麼 因為他是在去年9月的時候 才剛修好 那時候就是他身體已經被擊中 結果你想想看 算一下這個時程 他可能還剛稅修完 就說好我修好了 我要再生龍火舞了 就剛開出來 然後馬上砰砰砰砰砰 馬上又被陸軍戰術導彈擊中 然後直接被摧毀 所以他們現在在講 說俄羅斯現在境內 基本上已經沒有什麼防空設備 也沒有什麼錢你可以用 因為都已經被炸了一缸二鏡 所以現在F16進到魯克蘭 真的很厲害嗎 而且他這個F16 感覺上跟我們的F16V 是一樣的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它的原型是F16AB 跟我們台灣現在一百多架的 改裝改中國的所謂F16V 那麼原型的比較接近 它不是我們花了很多錢去買了 66架還沒有交貨的 這F16V 那個是更棒 事實上根據我們所知道 在公布正式的新聞之前 其實F16就已經進去了 那麼只是因為 每次烏克蘭都是這個樣子 所有的武器都先到了以後 才公布說哪個國家 哪個國家給我們什麼東西 因為他怕俄羅斯進行從中攔截 或是進行破壞嘛 所以F16那麼已經早就進去了 那大概是幾架呢 也不是現在外傳的什麼 兩架六架 大概應該有十幾架進去 為什麼呢 在這裡爆一個料 為什麼呢 事實上我們台灣自從 這個戰爭呢 俄乌戰爭打了兩年多 台灣一直對這個烏克蘭呢 那麼一直非常的友善 包括民間包括官方等等啊 我們甚至於捐了很多的救護車 跟捐了很多的這個 包括黃黛衣等等啊 給烏克蘭 這個所以呢 那麼烏克蘭相關的這個官方組織 其實私底下 有把這個F16 已經正式到了烏克蘭準備起飛 那個新聞有Pass給我們 我們在很早之前就知道這個新聞啊 所以呢 這一副 這一些F16呢 除了我們知道了這個 AIM-9X那個就是響尾蛇短程的飛彈之外 AIM-1兩棟 你要知道 過去台灣買到AIM-1兩棟 這個200多枚的飛彈 是不准放在台灣的 是放在關島啊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的空對空飛彈 在這個所謂的中程的這個飛彈裡面啊 那麼我們 美國賣給我們的AIM-1兩棟是 它的性能是比這個中共來的好 而且後來啊 我們現在配合F16V 所以AIM-1兩棟只是個代號 它裡面有各式不同的型號 我們現在越買越這個 要尖端科技 已經到了一兩百公里以上了 所以這次根據我們所知道 烏克蘭拿到AIM-1兩棟的射程都超過120到150公尺 就是四具外 那包括它的頭盔 就是我轉到哪裡看到哪裡對不對 說發射就發射等等啊 那對這個等於說本來完全沒有空佑的烏克蘭來講 那麼一定是俄羅斯非常大的一個威脅 當然俄羅斯會說 我們有S-400啦 我們有S-300啦 有S-500等等啊 事實上那麼長期以來 俄羅斯已經不太敢把很多的飛機啊 飛行物飛到烏克蘭的主要城市 因為那邊有歐美給的 北約給的相關的防空系統啊 而現在F16只要一進來 那麼我相信隨著架式 現在大概已經到了大概八十幾架 有可能最後會給到一百多架 雖然遠遠沒有辦法跟俄羅斯來相提並論 但是對這場戰局啊 那麼使烏克蘭不再那個調到劇烈勢 有非常大的幫助 我們看到上個月的時候 當時美國還沒有把武器交給烏克蘭 當時還沒有針對烏克蘭開綠燈 你的武器還是只能用在烏克蘭的境內 這個時候剛剛講到的 俄羅斯一直往前進 烏克蘭節節的敗退 覺得那個形勢非常不好 就開始翻 結果美國就開綠燈 說第一個 以美國的武器 北約的武器可以打到俄羅斯的境內 另外就是 我現在很多的武器源源不絕的也進來了 沒錯 沒有想到才一個禮拜的時間 整個情況完全翻轉 情況翻轉了以後 俄羅斯停滯了 俄羅斯退後了 你不但停滯 你不但退後 倒不開喔 你現在邊界往前推 250公里 這些都變成了烏克蘭的攻擊範圍 更可怕的是 現在俄羅斯 百分之十六的土地 都在烏克蘭的攻擊範圍內 抱歉 原本節節敗退的烏克蘭這個軍隊 到目前為止來說 突然間迎來火水 為什麼 因為美國大開綠燈 既然你在這個路面戰場上面來說 節節敗對的話 我給你的武器 你現在可以開始打到俄羅斯的本土 那因為你打俄羅斯本土之後 整個戰局慢慢逐漸翻轉過來 好寶傑我跟他講 為什麼這樣 因為原本 那目前為止在說烏克蘭的戰役裡面 重點在這個哈爾科夫 原本俄羅斯是希望吃掉哈爾科夫之後 就直推到基輔去 所以他就想說 這樣就可以完成整個對烏克蘭的作戰 那的確烏克蘭在路面戰是吃虧的 因為前一陣子美國有一點點 對這個烏克蘭的救援 有一點點遲疑 武器都不給 結果沒想到看到你 現在烏克蘭好像真的很局勢很堪憂的時候 那美國就鎖進 好啦 那我就開綠燈了 你要這個海馬斯 你要打到170公里 就讓你打了 那這個陸軍的這個導彈 這個所謂戰術飛彈系統 讓你打了 所以現在你看 海馬斯原本77公里 它可以增程到170公里 另外ATACMS 裝在海馬斯上面 可以射到300公里 於是呢 現在整個戰局翻轉過來 為什麼翻轉過來 我跟他講 這張圖就是目前為止 這個俄羅斯的局面 烏克蘭的國土在這邊 好 那假設我從烏克蘭的國土 我這個射這個海馬斯 原本的海馬斯只有70公里 所以我只能夠射到這一段 對 但是我現在增加到170公里之後 你看 多了那麼多的面積 連同我還可以射過 原本烏東被佔領的地方 可以射到這個地方來 那如果我再用ATACMS 300公里 300公里可以涵蓋這麼多範圍 所以我可以打這麼多範圍的土地 好 這麼多範圍的土地 人家就統計出來 已經涵蓋俄羅斯 16%的土地 那16%的土地是多少 我幫大家算 282萬平方公里 約莫是80個台灣 對 他涵蓋80個台灣的土地 這麼多 而且你看 這邊密密麻麻 我們給大家點出來的 這個紅色的點是什麼 紅色的點就是俄羅斯 他們當地的任何的軍營 駐紮軍隊的這個地方 這裡都是軍事基地 對 那這個所謂有飛機的這個地方 就是他們的飛機場的這個軍事基地 所以等於涵蓋 烏東幾乎所有 這個俄羅斯東邊 所有針對烏克蘭的所有的軍營 或是所有的這個機場 都在打擊的範圍之內 所以這個大陸對俄羅斯形成非常大壓力 事實上美國現在戰略很簡單 烏克蘭既然在路面上戰局了 有點吃邊 沒關係 我就把所有的後備系統 你都把它打掉 後備錢炸了 打掉之後 你當然戰局就會慢慢翻轉過來 所以這個第一個階段 是一定要把俄羅斯後面的後援 全部炸掉 那這個部分來說 海馬式或是這個陸軍的這個導彈系統 ATSM 就可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現在等於是怎樣 俄羅斯開始要回防 那回防的時候 你覺得回防有用嗎 回防沒用啊 為什麼 因為這幾天的時候 在別爾戈羅德 又非常重要的這個內熱戈爾的這個地方 內熱戈爾這個地方 保證你看我們從空中府看 他畫面是這個樣子 以前 這個地方是什麼 這個地方是他們六軍團的指揮總部 在這個地方 欸 何等重要 保證我問你 這種六軍團的 他們的第六集團軍的這個作戰的這個 指揮總部的話 旁邊會不會有什麼 薩姆300 薩姆400啊 還有這個各式各樣的防空武器 在那個地方啊 結果沒想到 他等於什麼 他等一次俄羅斯進攻烏克蘭 他在哈爾科夫後面 對 最重要的前進指揮 沒錯 就是哈爾科夫集團軍的 在指揮 在打仗的時候 由這個地方來做指揮 這個發號司令 結果沒想到 欸 這個重要的軍事基地 保證你看這幾天被 被炸爛了 被炸成這個樣子 欸 你原本是這樣 他原本的建築物來說 他是因為 他是作為這個軍事基地來說 是種比較類似碉堡型建築物 碉堡型建築物 通常他們這個 這個所謂有鋼啊 或是說他的這個混凝土 都用比較厚重 對 可是你看可以炸成這個樣子 欸 原本建築物在這邊耶 他這個完全炸了一個大洞 這樣一個狀況 大家就想說 怎麼能夠炸成這個樣子 這個 他本來是六層樓 是 現在只是要三層樓了 對 而且裡面有非常多軍官都因此 要上升的這個狀況 大家想說怎麼能夠炸成這個樣子 到底是怎麼炸的 結果人家軍事專家就分析了 喔 如果你要炸的這樣的話 至少要這個原模是 當量500磅以上 或500公斤以上 才能夠把它炸成這個樣子 而且不是只有一顆 可能要很多顆 多媒 多媒才能夠炸成這麼大的這個損害 所以現在呢 人家就開始懷疑了 那到底是什麼武器 飛到這個地方 然後把這個所謂軍事基地把它炸掉 所以說要有一個烏克蘭的戰機 從空中 當然你要掛滿炸彈 在掛滿炸彈的時候 照你的邊際 照你的指揮所旁邊 你都有防空設備 對 居然我進來了 我炸完了 我離開了 然後這些防空設備都沒有作用 對 保險 這個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現在大家都說 因為烏克蘭目前為止 現有的 我們知道 蘇-24的這個轟炸機 或是說米格-29 應該都沒有這樣的戰力 而且它炸彈當量沒有這麼大 所以現在懷疑說 是北約的戰機 難道是這個幻象嗎 難道是這個F-16嗎 只有他們才有可能 會有這樣的作戰能力 對 所以現在來說 原來難道是整個這個 這個北約的軍隊 真的開始已經 特別是空軍 真的已經加入這個 烏克蘭的這個戰局的 這個行列了 因為我們看到 當美國開銀燈的時候 烏克蘭的軍隊做了一個什麼事 它專門去炸 SAM-300 專門炸SAM-400 當時的說法就是說 因為它的F-16要啟動了 它的幻象2000要啟動了 我現在要把SAM-300 400打掉 打下了俄羅斯的眼睛 我未來我的F-16 我就可以長驅直入 可以在風險最低的狀況下 直出直接 進到俄羅斯的本土 現在我們當然不知道 這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但是 這個想定 真的成真了 對 沒錯 現在俄羅斯 烏克蘭的戰法很簡單 我在你後面 不斷的把你的軍隊 把你消耗掉 讓你在前線慢慢 你就不知倒地 就會往後退 那現在怎麼炸呢 抱歉 現在第一個時間 當然要佔據整個 這個所謂制空權 制空權裡面來說 俄羅斯有一個真正的秘密武器 就是蘇57 蘇57是他們的這個號稱 是他們最強戰鬥力 有隱形功能的這個戰機 就被想到這幾天的時候 他們居然折損了百分之十的飛機 百分之十 完全折損掉 因為昨天本來以為說 一個蘇57被炸了 對 結果今天更多的消息 對 是兩台被炸了 對 那他們這麼珍貴 居然被炸掉 所以現在俄羅斯整個國內炸鍋了 說你怎麼沒有防範這個基地啊 這個哪怕是你蓋個機堡 或是用什麼鋁核心 把它造住都好 但是就是沒有 好 那到底是什麼回事 保洁 這個基地叫阿赫圖賓斯克的空軍基地 它距離了前線 在烏克蘭有589公里 約莫是600公里 就600公里裡面來說 這個不可能是戰鬥機飛過去 戰鬥飛過去 當然這個俄羅斯一定會發現 所以是無人機 那這6月8號有無人機 居然飛了600公里之後 來到這個地方 然後就進行襲擊之後 你可以看到 這裡面的蘇57這一台 你看 幾乎是完全已經全毀了 那這個當然後面有一個 也是類似全毀的這個狀況 兩台全毀啊 而且他們現在要修都很難修啊 所以那等於是兩台戰績就完全 就完全覆之一具了 而且這一張圖出來了以後 真的把人給嚇死了 剛才講 俄羅斯有沒有做這個所謂的欺敵 有 有沒有做隱蔽隱蔽 有 剛才講你這個蘇開57 蘇開51 蘇開57 可是你有沒有注意到這一架 這一架是假的 假的 這一架是空中化的 也就是我是故意引誘你來炸我的 可是恐怖在哪裡 你這個是假的 你是畫的 我沒有炸你的 我炸你的是旁邊是真的 就代表 你現在在這個基地的一舉一動 你在這個基地的所有的情報 都已經被掌握了 對 沒錯 你看 這是他假的他不炸 他就真的把真的炸掉 所以俄羅斯做了再多的欺敵戰術 都沒有用 結果保潔大 事實上連中國的環球時報 他們這樣 我現在他們在喬喬俄羅斯 可是我不知道 他們是在笑自己嗎 他們就說什麼 俄羅斯烏爾爆發這個空戰以來 俄羅斯的空軍 屢屢丟人這個紀錄 所以他說其實沒有最丟人 只有更丟人 所以搞老半天 俄羅斯的空軍實力恐怕真的堪憂 那其實看在中國的眼裡來說的話 他會覺得非常恐怖 尤其是保潔你知道這個基地 阿赫圖這個賓斯克的空軍基地 他不是只有蘇 這個蘇武士在這邊 對 他們包括蘇35的戰鬥機 甚至他們航側中心都在這個地方 所以他是國家飛行測試中心 對 所以他有非常多武器 可能都會停到這個地方來 其實我沒想到 你這個烏克蘭的無人機 居然飛了600公里 可以把你炸掉 所以看起來的話 俄羅斯的空軍基地 恐怕還要繼續再往後移啊 不然的話可能某一天都被你炸掉 雨雪 現在有軍事評論講說 普丁現在是偷機不著18米 之前看到說 欸 烏克蘭你的軍員不夠 當時美國的態度正在游移 所以幹嘛我就集合大軍 在比爾格洛德作為我的後方基地 然後呢我再把哈爾克服給拿下來 的確 戰果是有的哦 的確是往前推進哦 就沒有想到 當美國的武器一進來 北約的武器一進來 馬上豬洋便勝 有人講說 現在馬上反昭什麼 反殺250公里 但保利哥你知道現在最可怕的是什麼嗎 最可怕的是什麼 最可怕的部隊 竟然也拿到了美元武器的單位了 誰 亞素營 因為我們過去講亞素營 曾經死守亞素鋼鐵廠83年 欸 各位 那時候他們拿了這些什麼 這種非常破爛的這種器具武器 結果也可以在那邊撐83年 而且最後什麼 安然的撤退 但你想想看哦 現在美國說好 我們對亞素營也開綠燈 你想想看多可怕 未來什麼陸軍戰術導彈 甚至這個整個烏刃機的系統 因為現在亞素營 非常的這個 我們講的 這個雄勇戰戰 對 雄勇戰戰 而且他們現在非常的有信心 然後說好 既然你給我們拿到這些東西呢 我們現在就死守在烏東的這個戰場 尤其是一個叫特尼村的地方 說宇軒這特尼村有什麼重要 當然重要 因為亞素營所派的位置 他不會放在境內 都是放在這種烏二邊界交接 戰火最猛烈的地方 那過去呢 他們如果憑著這種 我們講的非常 二字武器 對 陽川的這種武器 都可以死守 那你想想看 未來如果給他們拿到這些 全新的美規武器的話 該會有多可怕 而且我們現在看到 他現在示範出來的照片 我覺得對台灣來講 是一個重要的 這個所謂的 這個所謂的 教育或者這個警示 你看到了烏克蘭的部隊 烏克蘭的部隊 所有每次發動的第一個動作 就是無人機 現在烏克蘭已經被號稱 除了美軍之外 全世界最會打仗的部隊 而這個最會打仗的部隊 也是全世界最會使用無人機的部隊 保安哥這是一個重點 為什麼 因為你說 他會使用無人機 但我平行平行而論 過去的戰爭請問 有這麼大量泛用無人機嗎 沒有 當然沒有 所以烏克蘭等於是說 第一個嘗試使用無人機 做不對稱作戰的國家 而他也成為使用無人機 最會玩的一個國家 你說為什麼 宇軒你要用玩這個字眼 各位你仔細看看 他們現在無人仔細展示出來的影片 不管是男性 不管是女性 手上握得像什麼 像是我們講的這種PSP 像是什麼 Steam Deck 也就是這種傳統的遊戲機 以及遊戲的手把 這跟遊戲手把根本沒什麼難用 戴上去仔細看 他的頭上還會額外是穿戴什麼 穿戴飾裝置 所以當你的眼睛呢 才是穿戴飾裝置 所以這就是烏克蘭的軍人 對 沒有錯喔 他們之所以能夠成為電機決手 就是代表說他們可以把這個 操作到非常的細微 甚至原本不可能操作的東西 他都會有辦法操作 比如說我舉例來講好了 今天你換我張雨萱 來操作這個無人機 我可能開著開著 就不小心撞到 不然是墜機了 從這個畫面就可以先看出來說 現在俄羅斯的部隊 他的坦克部隊 上面是有防護網的 你就算上面有防護網 一開始使用是 我到你的上空 然後我俯衝 俯衝下流你直排你炸掉 那當然俄羅斯也吃到警覺 所以我上面用了防護網 好 你上面有防護網對不對 我就到了上空 上空了以後 我就來一個大轉彎 我就來一個側飛 我就直接從90度角衝進去 找了一個叫做走位 你懂嗎 他把遊戲的走位直接 運用在戰爭的概念 你想想看喔 今天一台無人機 他在操作的時候 他會有僵子 也就是說你今天操作他的時候 他會有所謂的延遲時間 而且再來他的角度變化 他是有死角的 但代表這些烏克蘭的士兵們 不分男性不分女性 對於這些無人機 已經玩到出神入化 他要他飛一天就飛一天 要他頓地就頓地 所以我們才會看到那畫面 是他直直的衝過去之後 突然往上然後180度 大轉彎圈 繞一個大圈 然後往裡面去灌進去 不管你今天這隻講說 是這種藍油場 不管你這樣 你看這個坦克也是一樣啊 甚至我們之前介紹過 所以我可以從你的上面擋 我可以從你的側面擋 我可以從你的旁邊擋 對 所以這個東西 你換作其他的國家喔 我跟你講這個無人機 本身根本不是重點 重點是這些烏克蘭的士兵出神入化 他有辦法把這麼平凡無奇 我們講3萬塊的無人機 甚至5萬塊的無人機 玩到像是價值100萬的這種 自動索引追蹤導彈 這才是他真的厲害的地方嘛 所以他們現在在想說 臺灣也想要司法學習這個經驗 為什麼會這樣講 我們臺灣的其實有一家雷武科技廠商 他就學習說 喔 烏克蘭這真的很厲害 我們乾脆呢就把遊戲的手法 Standjack 把它化作成無人機的操作工具就好了 為什麼他很聰明 要做到這樣 因為第一個烏克蘭確實在這樣做 把遊戲的手法化作操作無人機的工具 第二個 遊戲的手法你不要以為沒有什麼 他本身在設計的時候呢 就要讓他的設計非常的精密 因為你今天在打電動的時候 本來就有很多細微的操作 而當這些細微操作 如果化成在戰場上 實質上能夠殺敵的工具 你想想看 這些玩家 這些戰爭 這些我們講的士兵 他會達成多大的奇蹺 我們在看到了 惡物戰爭的時候 烏克蘭有一個部隊 惡名昭彰 但蕭勇善戰 但是我們剛剛講 之前在亞蘇鋼鐵廠的時候 他們完全在這個地方守住了 讓俄羅斯的部隊 完全不能多進一步 結果這個部隊 因為太惡名昭彰了 美國曾經要求 說美式的武器 不可以交給亞蘇營 結果現在 他不是開綠燈嗎 不是想說現在美國的武器 你可以打到了俄羅斯的境內 現在不但是說 你這些武器可以打到俄羅斯境內 已經把蘇凱57都給打掉了 更誇張的是 連這個最惡名昭彰亞蘇營都說 沒有問題 我開綠燈了 北約的武器 美國的武器 都可以給他使用了 對 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大家對亞蘇營 亞蘇營想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什麼 就烏二戰爭那一打的時候 亞蘇營在那個地方 馬力波來講 亞蘇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個地點 亞蘇鋼鐵廠 他們守了多久 守了82天 最後俄羅斯怎麼弄下來了 丟白銀彈 那個白銀彈的畫面出來之後 大家全世界震驚啊 你在這個2023年打戰爭的時候 你用白銀彈 你到底有什麼辦法 你都打不下來 那就是因為他們真的是 太勇猛散仗了 這一個部隊守一個鋼鐵廠 居然可以守82天 剛剛講的這個霸營沒有天險可守 對 他就是這樣子的 把他守住 把他守了82天 然後最後用白銀彈 把他給攻下來 然後為什麼亞蘇營過去來講的話 因為他們的思想是極右派 然後極端主義 所以過去來講的話 是不能夠給他們用的美式武器的 但現在來說 他們通過萊希法案的審查 認為說沒關係 捆龍鎖就打開了 不管是誰 就算連亞蘇營都可以拿到美式的武器 大家想一想 你當初 可以說是手無寸鐵 打到最後根本就沒有東西打 你可以守了82天 如果現在又把這個美式武器丟給你 那是不是要從這個地方馬力波 開始進行反攻了 所以現在來說的話 這些東西包括美式的武器 拜登之前給他的東西 一樣一樣就要丟過去了 所以像刺針飛彈 海馬斯火箭彈 包括155的榴彈炮 81公里的迫擊炮 這些東西可能都可以交到亞蘇鋼鐵長了 而現在不但是交給亞蘇鋼鐵長 所以我們講到 現在美國對整個烏克蘭 已經開了綠燈了 他透過了無人機 將這個蘇凱武器給集會 除了集會以外 今天更新的消息是 他們的空中武力也出動了 對 在昨天我們講到一件事情 天啊 第五代戰機 竟然有人折損了 折損的是誰 就是蘇凱57 竟然在一個沒有升空的情況之下 被無人機打掉了 一個3萬美金 折合台幣大概100萬的無人機 竟然打掉了蘇凱57 蘇凱機造價多少錢 4500萬美金 18億就被無人機給打掉 被無人機打掉是一個很重大的象徵 但是更可怕的件事情是說 現在這些歐美國家給他們的戰機 已經進入到了俄羅斯的領空 而且完成了一次成功的打擊 你說真的飛機出動了 真的飛機已經出動了 所以呢他說這個對俄羅斯境內的目標 空投彈藥 這代表什麼意思 無人機我可以飛過去打你的蘇凱57 然後呢我們的戰機 拿到的戰機也可以飛到你境內去打 對俄羅斯來講的話 那這個戰爭的意義不一樣了 過去我是在你烏克蘭的境內打 對俄羅斯人民我們沒有特別的感覺 但當他們的無人機飛過來 當他們的戰機可以來空投炸藥的時候 那完全是不同的一個想法 而且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說 蘇凱25 蘇25其實算是一個老式戰機 現在他可以裝上法國最新的BIG HAM 他可以把這個大狼頭給裝上去 鐵錘給裝上去 所以呢雖然這個蘇525是比較舊式的 可是現在他把電子線路 經過兩個月的改裝之後呢 竟然match了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蘇式武器跟這個法國最新的 飛彈 已經可以連結在一起了 這我不太剛剛講的 我現在F16已經有100多架 要進到了烏克蘭 我現在連法國都說 我的幻象2000也可以交給烏克蘭 更誇張的是 你這局本來有一些二次的武器 現在這個蘇凱25 竟然可以把法國現在最好的 精準導引的鐵錘炸彈裝上去 對可以裝上去的 而且他可以完全正確的一個激發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呢他雖然沒有第一時間 沒有辦法取得全面的空優 但是當這些兩個武器舒適的戰機 搭配上法國的鐵錘炸彈 合在一起之後 很快就會有空中優勢 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說 過去來講 我們一直講說 這個地方是克里米亞 克里米亞就是不能丟啦 你的面子 普丁的面子就是克里米亞 可是現在來講的話 他們竟然可以在烏克蘭的境內 直接打擊你的防空炮火 你的防空陣力 S400 S300 總共三個 兩個S300 一個S400 又打掉了 你不但沒有辦法去升空 保護你的領空 竟然是直接你的這些火炮直接被打掉 被打掉代表就是 我就是瞎了嘛 以後任何的這些 他們的這些導引飛彈 飛過來的時候呢 你沒有S300沒有S400 你要怎麼去防衛你的克里米亞 這對他們來講的話 現在是頭痛最重要的事情 因為這個最尷尬的是 俄羅斯一直在宣稱說 全世界最好的防空武器 就是他的S400 S400還給很高的價格賣給印度 很高的價錢賣給中國 結果這次在俄羅斯戰爭裡面 你當北約的武器 中國的武器進去以後 才知道 他完全沒有任何防禦能力 對 過去來講的話 其實這個S300跟S400 有點像是蘇凱57 聽起來第五代戰機 聽起來這防空炮火都非常厲害 甚至呢 S300 S400還外銷到其他地方 可是一打仗出來 他說你根本沒有辦法 來進行一個防空炮火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對他們來說的話 真的非常的嚴重 所以剛剛講的 現在北約的武器已經都進來了 包括Sup的這個所謂的 340空中預警機 它有的890的預警機 現在剛剛的幻象2000要進去了 現在有85台的F16進去了 所以我今天就傳出來說 我們的飛機已經進到了 俄羅斯的境內 已經從空中投彈集中目標了 對 現在來講的話 烏克蘭可以說是這些歐美國家 這些空中的飛行器的大集合 你看喔 Sup也來了 890也來了 然後幻象 過去來講的話 其實 澤倫斯基一直要求要幻象 但是呢過去都沒給 現在也給了 甚至還有瑞典 他希望瑞典可以提供這個JAS39戰機 這個如果去的話就厲害了 因為過去來講的話 他們烏克蘭的戰場 可以說是樓長寸斷 我已經沒有辦法給你一個完整的 一個戰備跑道 我沒有辦法給你一個軍用機場 所以他可以短場起飛 對 他可以短場起飛 所以呢如果瑞典真的提供了JAS39的話 他表示說他可以放在任何一個地方 只要有一段完整的小跑道 我就可以起飛 再搭配上這些空中預警機 以後到底空中優勢 是俄羅斯還是烏克蘭的 這就很難講了 所以東平剛剛講 現在美國開綠燈裡以後 整個戰況出現了一個改變 本來在哈爾科夫的時候 烏克蘭受到很大的壓力 在哈爾科夫的時候 他一直往後退一直往後退 結果現在我把哈爾科夫後面 俄羅斯的所有的部級線 全部都給截斷掉了 對 現在這個俄烏戰爭 已經打了進入第三年了 第三年 對 那麼很清楚的 整個節奏是美國在控制 我們這這麼長一段時間 也看到了很多例子 包括有些武器 當初講信誓旦旦的不能提供 但慢慢都開 一點點都開 現在連F16都給了 對 現在幾乎等於全開了 那麼唯一一次 稍微有點失算的地方 就是美國國會那陣子 原屋的這個法案卡在那邊 不給東西 對 那段時間出現一些問題 另外一個就是去年反攻失敗了 這個美國是對烏克蘭很不滿意的 因為美國那個時候要求 你從單點攻下去 對 就在扎波羅勒那邊攻下去 但是烏克蘭沒有這樣做 他是從三個地方攻 結果失敗了 這也是為什麼 扎路日內下台的原因 所以這整個事情 都是美國在控制 美國很清楚 這個世界上最會打仗的 就是美國跟俄羅斯嘛 對 對不對 美國還比俄羅斯強嘛 他很清楚這個 這個仗要該怎麼打 所以在現在這個情況下 那我們看到了 俄羅斯趁了那個軍員卡住的時候 從哈爾科夫下來 但是軍員一恢復之後 他的戰線已經穩住了 現在不斷穩住 他就往後推 甚至於 折倫斯基都公開講 說俄羅斯在哈爾科夫的行動 已經失敗了 折倫斯基不是隨便講話的人 他這麼長一段時間講的話 他都是有根據的 對 所以在現在這個戰場 慢慢開始出現這個 逆轉的這種形式 讓這些武器在進場之後 會有蠻大的轉變 我個人認為 會有蠻大的轉變 可能在不久的未來 也許兩三個月之內 大概就可以看到了 對 俄武戰爭會打多久 其實沒有人知道 所以先講過這個事情 我不曉得你記不記得 是布林肯 開戰沒有多久 記者就問他 他說我不知道會打多久 但是這個戰爭打到最後 俄羅斯會失敗 他已經為這個戰爭定調了 我自己個人也是認為 也是這個看法 對 那在這個情況下 現在北約的這些武器 特別是這些飛機 戰鬥機進去了 會造成一些決定性的轉變 因為這個空油一直是 烏克蘭所沒有的 我們看到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轟炸 全部是用飛機 這些滑翔炸彈或者飛彈在攻擊 那現在反過來 烏克蘭開始有這個能力了 我們也看到剛才 所以他進到了 他有F-16有了幻象兩件 他就可以轉變戰局 F-16真的美國開綠燈可以讓他自由使用了吧 顯然是 顯然是 美國其實他講了很多話 其實你聽起來是很有意思的 布林肯就講 不久前 他說我們並不鼓勵 烏克蘭用我們提供的武器 西方的武器 去攻擊俄羅斯境內的目標 但是烏克蘭可以自己做決定 這不是講廢話嗎 這實際上就是等於說是你可以去按照 但是美國他自己要撇清說 不是我們 我們並不支持 但是這是他自己要打的 我們就開始打了 那現在這個 其實普丁他已經感覺到他自己的危機了 我們可以從哪裡來看 就是說他自己最近兩三次發出核威脅 他每次發出核威脅 就是他感覺危機的時候 但是現在有個很大的轉變 北約的國家不甩他了 他前一陣子 北約不怕了嗎 不怕了 其實前一陣子舉行了一個核演習 核演練 第二天法國就舉行一個 擺得很明顯的就是針對他 然後你記不記得波蘭講了什麼話 波蘭說只要你俄羅斯敢動用戰術核武 還不是真正的核武啊 你只要敢動用 我們波蘭就會派進進入烏克蘭 把你現在在烏克蘭境內的俄羅斯軍隊殲滅 他講殲滅 現在所以已經不理他了 很多國家都已經這個態度出現了 那為什麼會出現這個態度 就是他們也看到整個局勢 開始慢慢轉變了 所以在可預見的未來 我相信歐洲戰場上會有一個 比較明顯的變化